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翰·麦凯恩因脑肿瘤去世 享年81岁 对此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向他的家人质疑 最深的同情和尊重 麦凯恩曾于2008年参选过美国总统 去世前为共和党亚利桑那州资深联邦参议员 麦凯恩自去年7月诊断出患有角质母细胞流后 12月回到亚利桑那州接受治疗 他的家属在8月24日发文告说 他生存力超出预期 但病情恶化速度和麦凯恩的年岁都是情况不容乐观 麦凯恩也因此决定终止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早些时候 麦凯恩还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由于美国一改法案引发的矛盾 而有过许多纷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于今年的2月18日 曾经援引消息人士趁麦凯恩不愿意让特朗普参加自己的葬礼 华盛顿邮报8月25日报道趁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麦凯恩支持特朗普的大部分经济和国家安全议程 尽管他对特朗普轻视美国传统盟友的做法心存疑虑 但他也对特朗普的白宫表现出失望 突然把提名人选从他的办公室撤下 对白宫西医的高级助手越来越生气 去年 麦凯恩没有支持共和党 试图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法案 而特朗普从未原谅过他 投票结束后 特朗普说 麦凯恩投反对票 是出于个人恩怨 他永远不会投赞成票帮助特朗普 他一再告诉顾问们 麦凯恩应该辞去参议员职务 让这位共和党州长再任命一位参议员 特朗普还对白宫助手说 他的支持者不是麦凯恩的忠实粉丝 并吹嘘说 他当选了总统 而麦凯恩没有 特朗普还曾讽刺麦凯恩 在越战中 被普鲁德惨痛经历 趁自己喜欢没有被抓到的士兵 而特朗普自己曾经在越战中出示骨刺的证明 获得了征兵豁免 今年5月 特朗普的新闻秘书桑德斯拒绝就一名助手的言论道歉 该助手说 麦凯恩反对中央刑报局 CIA局长提名人哈斯佩尔无关紧要 因为他反正就要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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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